产业人物关心产业动态 大家好 我是王立军 今天我们邀请到科技部的政务次长 徐有静徐次长 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台湾呢 如何打造一个吸引国际企业 到台湾来做投资的一个环境 次长 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 我想我们台湾在人才跟技术上面 一次都是非常好的 人才技术 所以这个国际大厂 大家看到的会来台湾 这个成立这个中心啊 这些随随话说台湾有人才跟技术 那另外当然是说 很重要是台湾在过气累积下来 我们的技术的能量 还有这我们的产业的生态系 产业的生态系 对 比如说我们的半导体生态系 这个我们从上中下游 那我们都有一个完成的一个生态系 那你当然 我们要想到 假如做一个半导体 做IC设计在台湾 你是从头到尾都有了 对对对对 那现在在这个科技部 最重要就是说台湾的这个 银化的环境 厚制台湾的银化能力 能够继续把台湾的人才 把这个技术 这个能够培养出来 那这些国家 这些公司当然很有兴趣 可以来台湾来设厂 或是台湾成立中心 他们的投资太好了 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吸引到他们来 就是政府官员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把环境给打造好 对对环境 比如说我们在两年前开始 然后在2017年 是 我们就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台湾 我们必须要发展人工智慧 那就推科技部推一个 台湾的科研的一个 人工智慧的一个大环境 把这整个大环境建起来 就AI的这个大计划 对对那今天 现在应该是两年多了 这下来我们台湾 现在一家企业这些界已经慢慢起来了 然后整个台湾整个 这个在人工智慧中 研发的人才我们就看到非常多 那这个对于未来 AIoT这个世代 那我们就有这些人才 有这些技术 就人工智慧啊 物联网啊 这些的应用就很多 那加上说 现在这些国际大厂 都来台湾成立这个研发中心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Microsoft Amazon Google NVIDIA 然后这个Quocamp 扩高 甚至说我原来在这一行 EDA里面 Synosys Cadence 是 台湾都是要扩大来这个成立这个研发中心 是 这个Synosys和Cadence这个领域 EDA领域其实是对于半导体来讲 就IC设计一直到IC制造 这个EDA是贯穿从头到尾的 那我们的许次长许正次他在这一个部分是一个大专家 所以每次Synosys的大老板Art到台湾来都是特别特别要谢谢我们的许有金许次长 对对他一直在提的就是当初Synosys merge这个思源科技是一个最成功的一个merge acquisition 因为当初我们建的这个Verdi这一套平台 这个叫做debug的平台 真错就是设计有没有错 对那当初他买这个思源最主要就是他希望在这一块能够领先 那merge以后我们也是就是也建议把这一套平台把它integrate到整个Synosys的环境 那我们离开相关三年的那我就有了解这套这个平台还是在这个特别这个领域上面还是第一名 就芳心思赚了很多钱 对不对 芳心思赚了很多钱 所以总裁要谢谢您对不对 所以再回到您刚才讲说国际公司来投资台湾 看到我们这边要有人才 要有技术 再来就是您讲的要有这个生态环境 对对对对所以科技部呃用一个大的案子啦 还有很多无数的这种做法小案子大小案子 呃让大家AI的人才一直出来 对我们就培养这个人才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未来AIoT就是我们从呃这个技术啊 从硬体软体进入这个这时候AIoT 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小而美的这种应用 那这应用呢 我们会看到会越来越多的新创 它能够颠覆这个某个特别的这些领域 所以呃我们也也在这个新创上面也花了蛮多的努力 比如说在去年就在小鸡蛋 我们有个台湾Tag Arena是是那这台湾Tag Arena现在有一百多个这个新创团队 团队哦对啊四五个这种加速器来做mentor 培育我们这些新创新创公司那我想这个一步脚印嘛 你刚刚这往这边投资慢慢这些它就会找到一些出路 再加上说这个国际大厂来这边这个成立研发中心 我们会了解上国际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走向 对 那这些人他一定不会是一直都在这中心 所以慢慢的从这些研发中心里面我们了解国际市场 我们这个慢慢就会跟国际这整个结果就越好 这些人才是会流动的 会流动的对 这太棒了 这对于台湾的整个产业的前景这种动能是非常非常正向的 太棒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科技部的政务次长许正次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您 好 谢谢 请您按赞分享跟追踪我们产业人物What People的粉丝专业 我是王立娟我们下回再会